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将为您讲述过年一家人的爱与伤 除夕夜正是和家团聚的时刻 但在北京三环边上的移动宿舍楼里 十二年来第一次在一起过年的一家三口 却仅被画目图机爆发了战争 这回回家 这回回家 今天发工资辞职回家 你可不可以好好地读书 不管你把大小上完的时候 那种的话 你再回家 那老婆 但是说了一下 五十几两天就完了 是我还能陪到你身边 但是能想不怕长生 给肥大花子一晚 你就都普通了 这家民那些同学 五十多个 一个班五十多个 有几个来到北京来的 他怎么会 躺在床上的小男孩 叫向文文 今年十六岁 一天前 在一家公益组织的帮助下 来北京与打工父母团圆 向文文的父母 十二年前 出来打工 一直在北京贵州大厦做厨师 越到节假日越忙 十二年来 别人放假 却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除了向文文 他们还有一个 女儿 一年前来北京独中专 夫妻俩本打算 以后把向文文 也接到北京 但向文文 却一心想让父母 回老家 无奈夫妻俩商量 要不就一个人 先回老家陪孩子 而他们最着急的是 想和孩子谈谈 可向文文一言不发 无奈 他们向摄制组 发出求助 我让他站住跟你们接一下 你们问他 然后我们跟你们聊一聊 然后看不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其实面对两天的僵局 摄制组也没有信心 让向文文开口说话 只能先把他带回了我们入住的宾馆 你觉得老师怎么生那么大气 他问我我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让他们回去 可是他那找知了借口 还说 还说那个我姐姐在那读书 他那只关心我姐姐在那读书 他就不关我了 然后常年都会打工 一年难得见 见证几世 而且每次 每年他们只能回去一个 一家人们怀念 这一次 这一次好久 像我们已经十二年 我们再去过过年了 文文说 父母离开那年 自己才四岁 而每年也只有餐厅淡几时 爸爸妈妈才有时间回老家 陪自己几天 从小他都是奶奶一手带大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快乐 我看奶奶睡觉不好 每次放学的时候下雨了 别人都是父母来见 然后我吃雨的人顶的时候 我应该有人与着もう 那天 我都会随着 我 听说 我 说 说 我 对于向松夫妻来说 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 是他们外出打工十二年唯一的目标 而对于四岁就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的文文来说 他最想要的仅仅是每天能见到父母 那么向松夫妇能明白孩子的想法吧 这个新年一家人又将如何化解矛盾呢 接下来继续为我们讲述 五年 在外面十二年了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真是家了 回家有的 小孩还照着饭等呢 真的早的时候就觉得他一点思都不懂 然后突然之间感觉他好像长大了 好几岁的那种感觉 就在我们为文文和父母如何化解隔阂而担忧时 文文妈妈的一个意外发现 却为一家人和解带来了一丝转机 你别跟他说话说了然后他那个我无意中嘛我就翻了一下是不是他上学的那个洗的作文什么的嘛 然后一看那是日记 然后我就说我看一下能不能从他的日记里面挖得出一些他真实的想法 然后我们跟他沟通他不说吗 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翻了一下才知道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十多年了然后我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好好陪他了嘛 他就想着这次来然后好好地陪晚几天 然后把这这么多年来的那个失去的爱给补上还清了 他藏好了完全到我没看见过 你们也别告诉他 一本日记让向文文妈妈得知了孩子内心对爱的强烈渴求 于是夫妻俩商量不管最终是否选择回老家 这个春节一定要带着孩子好好玩一玩 春节期间夫妻俩本来是不休息的 但为了孩子他们决定轮班请假陪伴 和父母在一起的快乐暂时冲淡了向文文的烦恼 他说其实这几天自己一直在写日记 他要把日记留给父母 那上面都是他写给父母的心里话 而这本日记正是傅宴局匆匆翻看过的 你是来了每天都写日记吗 心有关错的时候才写 打算打算写给父母看 因为被人像他们那样远离家人 跑这么远的地方来 有苦也没睡过说去 不想走出我们那条道路 我想自己在交易上打拼 等干出一番事业了 能在别的地方买房了 能在其他地方定居了 所以再把其他的家人也接过去 安静 而这段时间 向文文的父母也稍稍安心了一些 他们觉得回老家的事 似乎还不及于一时 也许孩子已经不在意这件事情了 夫妻俩决定从长记忆 转眼春节就要结束了 这几天在父母陪伴下 向文文度过了 十二年来最快乐的日子 几天来争执和解 看到父母的辛苦 让向文文心里很复杂 明天她就要回老家了 可是现在父母也没提过 跟自己回去的事 向文文知道 自己的愿望很有可能落空了 但不管怎样 她决定在临走前 为父母做顿饭 撑了 撑半斤 半斤啊 我今天做菜明天就走了 青椒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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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回来后 将文文并没有着急做饭 这四百多个青椒盒 是文文在贵州老家时 花两个星期叠的 本想一到北京就留给父母 可除夕夜的正常后 他就再也没有拿出来 明天就要走了 他还是决定把这份礼物留给父母 我那个吊了是这个 我那个吊了是这个 我这个我先做饭去了 你们先去拍拍他们 偷住他们 到时候发转信来 然后你再让他们来 先洗一下锅 你先去把他们偷住 去拍他们 去拍摄 给大家吃 没的 对 那么 我不是在那裡 怕他们忽悦 骂我 因为这里被我弄得那么弄 好奇这样 喂 公文 马上下来 我说我来弄的 我没吃饭 我没吃 你把个 挂都挂 挂都挂 你这个菜啊 你这个聪明 你这个聪明 你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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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没有 哎呦,这儿在我儿子调味得不安吃了,就是抽了鸡蛋,抽鸡蛋,你咋这鸡蛋呢? 没有。 你行吗呀?你咋就没有? 没别的,我还跟他吃水,我还够吗? 呦,吃不吃。 多想吃,咋够多菜呀? 吃得满湖的鸡蛋。 哦,你多了一个。 好,吃饭。 吃饭。 吃饭。 菜都滚了。 吃饭了。 吃饭了。 我经常吃的都是冷饭。 你们想炸个鸡蛋,炸个鸡蛋。 儿子噶嗩。 太晒。 吃饭了。 念头鸡蛋。 你们等我等一下干'tan? 很好吃。 你咋 peach。 你也是虾蛋糕 我东西还感觉突然就长大了 你也看着我 我都感动得累了 但那种东西我特别幸福 在外面12年了 我一直也没看 跟自己啊 我还做得奋奋 真的早的时候就觉得 一点事都不懂 然后突然直接感觉到 好像长大了好几次 第一次吃上孩子给自己做的饭 夫妻俩感慨半分 饭后他们才发现 孩子还为自己准备了 可能第一个 心里面想的 那种感觉应该是 要是爸妈看见 那种心 宝贝 爸爸问你啊 你又是不是一天爹过 我一天爹过 你又爹了 我一天想的时候 我爸爸 我爸爸妈妈 然后一大天别在身边 然后我也爹过 我一天爹过 想跟妈 有没有事情啊 没得 好好好 这些天 妈妈敷衍局流过太多的眼泪 但这一次的泪水 却充满幸福 可这幸福似乎来得有些晚 因为明天一早 文文就要回贵州老家了 而临走前 向文文的最后一句话 再次让父母介入尴尬 叫人家 等等 你 叫人家 要来 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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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一早 梅娜一起接孩子的向松夫妻俩 特意在上班前抽出一段时间 一起送孩子走 而向文文开始一言不发 也许她最终明白了 想让父母回家的心愿 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早了 高时点啊 请提前飞 请提前做好准备 好不好吃 为什么要不跟我一区 本次列车开往二号航站楼市区方向 列车 八百二号航站楼站将开启六次车门 在分别的最后一刻 文文把自己几天来写下的日记塞给爸爸 你自己也跟你好好地冷静一下 想想 听到没有 你让我们考虑一下 听到讲话没有 回去看完 你自己好好地冷静冷静一下 你想一下 然后我们也再考虑 跟你讲话你听到没有 像文文转身离开 再也没有回头看父母一眼 行了我们也走了 你得赶回去上班 然后在这也看不见他 然后呢 我干着急 真的我们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又回去看着他 真懂事了好多 我原本想着他已经理解了 就说是他回去该好好上学 然后我们在这儿嘛 我想着他应该会跟我说是 你们好好地在工作 我回去然后我好好地认真地上学 你们不用担心 是谁走的时候都会希望 可能就说是比如 我还是做菜的话 谁送我 我也想着他能跟我一块回去 该多好 那生活不是那么回事的 不是说是你随心所欲的 就是说你想做什么 真的那个 不是说一走就可以走的 真的那个 回去的路上 夫妻俩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儿子的日期 想问给您 我看一下 大年三十 是我十二年后 母亲第一次过年 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过年不能回家 所以我们已经十二年 都在一起过过年了 到我上班回来 就体会到了 父亲多年来的辛苦 我更加地想让父亲回去 不想让他们在这样 两个地方受苦 到了晚上吃点夜饭时 妈妈问想干什么 我就说 我是想让妈妈回去 妈妈就是说 怎么回去 哪来钱给你用 你姐姐又在这里读书 我听完这番话后 就感觉 他们在找借口 还说我姐姐在这里 她在这里照顾姐姐 我就感觉他们偏心 他们只管姐姐在这里 就把我给赏金 六月份就要封销了 还是希望你们早点回家 不要在外面漂泊 不要带野鸣 我一奶奶 没有其他的新人 没有 你一看到这一天 就说我已经吵了 你不去赏鸡了 你没有 就是你如果把他心里面 都很难受 是吧 有时候吧 大家一直走 不是 是吧 有时候吧 夫妻俩走出地球时 已是漫天大雪 这是北京2014年的第一场雪 其实像我们这次来 还有个心愿 就是在北京灰雪上 而这个愿望 同样没有实现 春节发生的一切 开始让夫妻两个忧愿 面对孩子的情形 也许他们必须要在城市打工 和反乡之间 做出最终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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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